好 不过其实呢 今天我们看到台股向上冲高 冲破了8500点到8501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今天要干嘛 今天在立法院很重要的一件事 财委会要来审证交税的这个修正条款 说要调降证交税 所以呢 这个案子一送到立法院 大家其实蛮高兴的 证交税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你看大家开心的不得了 马上就冲关嘛 那到底最后的一个结果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这个财政部长张盛和 今天在法案这个还没开始审之前 他就先讲 他说他不同意 他说呢 如果调降证交税 现在是千分之三嘛 他说如果降千分之一 也就是现在立委提案的要降到千分之二 他说一年哦 税收的损失会有280亿元 而且他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呢 不但是税收不到了 而且呢 对股市的注意不大 他认为应该就是一两天 一两天的反应 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效益哦 所以呢 他说不好啦 不过呢 今天我们看到立法院在下午 还是过了 过什么呢 过的一个条款呢 是券商的全证避险的一个证交税率哦 避险的全证的交易税率 本来同样的千分之三 现在降到千分之一 而且五年的时间哦 那么他们说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只牵涉到券商 没有牵涉到一般的投资人 所以状况并不会太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已经过关了 好 不过呢 证交税的部分哦 现在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调降 而是交付朝野协商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带你看我们的报道 从1253位降为现在只有664位 所以大户还没有完全回到 金管会主委曾明中 坦诚一半以上大户没回台股 让大盘交易量向在冷冻库 为了活络股市 行政院决定调降全证的证交税 立法院11号出审通过 将全证的交易税率 从千分之三调降到千分之一 预期可以将全证的成交量 冲高到2.79倍 至于部分立委提案 证交税调降应该全面加码 获及上市会股票 以及财政部长张胜和全力反对 降个千分之一 税损大概会有估计啦 用过去一年两年的成交量来看 损失会有280亿左右 而且那个对股市的效果 大概就是短期的 张胜和强调一旦调降 上市会证交税 股库税收将会大减 而且张胜和还拿出数据 澄清台股成交量 跟证交税率关系不大 民国82年到现在 税率千分之三完全没有变过 股市融枯 它就随着国际经济情势 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在做调整 也曾经高达1690亿 也曾经低到七八百亿 所以股市跟证券交易的 税率影响不大 不过立委来势汹汹 目前上市会证交税率调降 分成两个版本 以卢秀恩为首的版本 要求证交税固定税率 从千分之三 应该改成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的浮动机制 由主管机关视情况调整 而罗民财版本 则直接要求税率降到千分之二 不过财政部通通打枪 除了国库失血原因 针对卢秀恩版本 财政部批评 证交税率浮动调整 势必干扰台股交易 在朝野角力之下 目前立委两个版本尚未达成共识 只能择期再审 但股民心中还是期盼 上市会证交税能够调降 让台股能够真正的重现 千亿亮能的热烈迹象 三星文的日风给中 台股报道